美鳳凰 www.23990812.com 香港人網敢說最好聽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 阿東 嚴達明 徐姨門 Hello 各位網友 星期四 徐姨門 現在已經有YouTube直播了 應該很順順 我最近也看得很順 有什麼問題呢 就上checkroom留言 我們工作人員就幫忙解決問題 其實一直都說 這些新的直播實 有很多問題 包括我的電腦現在又開不了 也都可以玩 我看到你那邊畫面 分開了就不能夠 即是我的電腦就開不了人網的網頁 因為WiFi的問題 所以現在分拆的畫面 我就看看劉翁 而各位網友的留言 我就可以看這個大電視 不過今天會有趣 說得太多的並不是什麼意思 沒有這一個問題 我看到我的Facebook留言 最多的 這個星期之榜首 都應該是WhatsApp 對 你主要都是用WhatsApp 對 我覺得WhatsApp是很偉大的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是Android的 我是Android的 但我不覺得我有付錢 你好像有些人還沒更新的 因為我是iPhone 但你已經付了 對 一早已經要收錢 但我是這樣的 我之前用iPhone 我是早過收錢 那批來的 一早已經免費了 所以沒有問題 Android是新的 我又不太記得 我有付錢 所以到現在 但開始已經有人說 如果你不付錢 你不可以收到 但我還未遇到這個問題 不過這樣 其實iPhone一早就要收錢 其實Android 一向都不收錢 現在只不過收回你八雞 那就鬼渣的聲音 在這件事裏 劉翁你有什麼見解 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見解 我就不明白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麼激動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是明白為什麼會這麼激動 雖然我覺得 我明白這個現象 但我不明白 人們為何會這麼激動 這個現象 其實已經很多人說過 甚至你做廣告就更加清楚了 其實當這些東西 一去到免費的 你變回要給一個先 也好 是一個很大的行動 即是要跨越另外一個東西 即是一個紅溝 即是一個紅溝 即是要過紅海 所以這樣就要 這一刻 那些人就會很過不了自己的關 甚至我這兩年有做年銷 都會知道 即使你的年銷產品 即是年初一之後都兩點 都已經開始散散的 你這些東西減到一元也沒有人要 為什麼 免費就直接搶 是免費 即是一元和零元 是兩個概念 除數是除不了的 數學除是除不了的 對 總之就是 免費的東西 就是搶的 就算那些錢是少到 即是有人說八元 即是一百年都是八百元 其實你隨時一個月的 交兩個月的財費都已經交出去 有什麼所謂 是否一百年都用不完 但是那一下就會有一個 覺得虧了的感覺 還覺得很憤怒 連我媽媽都特地打電話來 她現在是用Android 是否要收錢 然後就說 是八元而已 其實有什麼關心 這是第一 雖然我經常覺得 你應該再想一想八元有多少錢 八元一年 是一年 其實一個月也不多 老實說 因為現在她已經代替了SMS 其實你如果用SMS 即短訊 其實隨時會給十多二十元 就像現在這樣 理論上五毛錢條 所以我就計了一條數 我真的無無聊聊 講你自己 我按一條數 例如我也是經常用WhatsApp 裡面基本上十個群組 全部是Active 然後還有其他的親人 很多朋友 不斷WhatsApp 很粗略估計 我大約一天 我用最少 我用三十條 即是三十條訊息 三百六十五天 我應該有10950條 一年 有10950條訊息 還要是這個 好報收估計 我除了八元 每一條訊息 即是每一條訊息 是多少錢呢 其實是0.00073元 即是Test to Zero 即是0.73先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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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沒有測文 7再細 我都不懂 0.73先 即是九嶺 一先都是不用的 基本上 你對比起 如果五毫子條SMS 即是 他們的相差 是每一條的相差 基本上是六百八十四倍 即是六百八十五倍 你想想 即是一些 這麼雞毛蒜皮的東西 你班人真的又鬼爭那麼聲 又哩又怒又怒又怒 即是鬼實那麼吵 是的 我都明白 有網友都說 Jeremy都說 小數怕長計 但問題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就跟你長計 一百年就八百元 所以有篇文章寫得非常之好 即是有篇文章 即是最近我都分享在Facebook 在我Facebook那裏 那篇文章寫得相當之好 他說 你買一部手機 新的手機 這麼貴你又肯付錢 你現在收回八銀貨 兼且造福社會的Whatsapp 其實他都改變了 即是近年改變了 一個人與人之間短訊溝通的一個 眾大偉大發明 是的 因為他有group chat 你又可以有空 我覺得很偉大的 我覺得很偉大的 很偉大的一件事 這麼偉大的發明 你預期是免費的 即是我覺得整件事 你給我的感覺 即是香港人 你要爭取一些東西 好像養都不用錢 即是飯來就張口 好似現在大家參與民主運動 或者參加社會運動 即是有班人為了你爭取 或者做好多好多事情 你不會去 Appreciate 你甚至去嘩咎他 甚至笑咎他沒有事 找事來做 事不行 好了 現在收你八銀貨 你阿之阿座 叫你出來爭取民主 或者是 不是叫你出來爭取民主 Sorry 現在政府這樣騙你 地鐵騙你也不止八銀貨 他剛剛取消那個優惠 他騙你也不止八銀貨 是不是 你們又不去走 去圍地鐵 當然我覺得很反感的 在網上上有些很激烈的言論 例如像我媽媽那些 要給錢嗎 都是一下子 然後你喊息給他幾百銀貨 就算了 就算了 但有人說 不是啊 沒有稅用卡 怎麼算 對呀 這些是合理的問題 你就提出 老實說 我覺得WhatsApp 他自然要去處理 因為你如果沒有稅用卡 給不到那百元 你就走了 他也想要你的生意 所以他會處理 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罵到瘋了 就說不用了 然後突然間 把WhatsApp的壞事都寫出來 我就是最不明白 是一筆改圖 是的 突然間是唱衰 還有香港還有選擇過Line 其實Line Line 都可以用的 我認識人 有些人喜歡用Line 都可以的 我老婆和老婆都可以用Line 其實很自由 所以不用那麼激動 正如你所說 你習慣了些東西免費 這個令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那種低能 例如 現在共產黨 屈膠你這麼多 現在民建聯 騙你這麼多 你又不走去反抗 現在你什麼都沒有 被人侵蝕 被水貨侵蝕這麼多 你又不去反抗 你又不出來做事 好了 現在搞你八元 你就在那裡 衝我落窩 這些東西是不合理的 老實說 我不知道這些是否中國人還是華人 是有這種人的 我覺得你引伸到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自由是免費的 你的法治是一直有人給你 即是不用錢 你沒有爭取過的 所以你覺得 沒有所謂 可以說在這裏 是不是 有人出來爭取 還有那些人搞搞陣 好了 到現在你沒有奶粉吃了 那就開始有些人坐下 要去到這樣的 其實要去到這麼混蛋 這些叫做 所以郭哥唱過 郭哥唱過給你聽 是中華民族 去到最危急的時候 才是起來的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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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中華民族 當你最危險的時候 才會起來 要不然你就不會起來 你就睡著了 打橫床吹直觸 我婆婆說的 什麼叫做 睡橫床吹直觸 就是這個 永遠都在自我麻醉 找些東西麻醉 不問世事 還有一點 就是關於Whatsapp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有理由相信 其實是一個網上的商協會合作 因為當時LINE面世的時候 也有一些相當大的衝擊 又說LINE是會不知怎樣的 不斷收短訊 又說會拿你的資料外洩 全場download 然後就是盲DELITE LINE 對 DELITE LINE 盲DELITE LINE 盲LIT LINE 盲腸鹽和盲腸粉 對 盲LIT LINE 後來都知道 基本上是一個謠言 我想今次Whatsapp這件事 可能有機會是需要對手的一些技術性抹黑 這樣就炒熱了一些東西 其實也不太熱 只是一兩天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 就算真的抹黑 都是合理的 我不用錢你要錢 我當然要抹黑 不過你抹黑才是一個問題 而我覺得這個抹黑 是不應該可以成功的 其實真的很少錢 如果每次地鐵加價 或者每次隧道加價 我們香港人都有這樣的反應 香港或者爭取民主 大家都有這樣的反應 我們香港之福 我們也不讓太多花生 因為其實今個星期 都繼續剝緊林熊的花生 我們今天也有幾件事主要想說 大家原諒一下我 因為我拍下了 那張紙都漏了一份公司 我們會繼續講 人口政策 我們今天會不會講一下 東亞局勢 好 先講一些東亞局勢 或者先講東亞局勢 或者下半節我們會講一下 香港維民民 因為上次也不夠時間講 以及我們也講一下香港維界 大致是這樣 我們先回到國際事件 先給一些養份 各位網友 你明顯都講很多 因為如果講本地的話 你就知道沒有什麼養份 也不可以這麼說吧 都是看小弟在那裡 不斷地吵爆 其實為什麼會想講一下東亞局勢 因為北韓這兩天就施設了一個核試 就是北韓進行核試 金正恩也在他們聲稱是秘密的軍事會議裡 也說了要全軍進入戒備的狀態 而南韓方面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這就令到我自己聯想到東亞局勢最近緊張的局面 劉翁你有什麼看法呢 這個我覺得第一都是姿態居多 因為新總統會上場 朴槿惠會上場 他當然要放一些強硬姿態出來 而且朴槿惠本身是一個右翼 現在是主張用強硬手段對付北韓的總統 所以他最厲害的這招 就是你越硬他就越硬 讓你怕他 讓你不敢惹他 所以在朴槿惠上台之前 有這些消息流出來是合理的 至於這一步會不會有更多奇怪的陰謀論走出來 例如說會不會在大陸那方面慫恿他搞些事 因為剛剛那期就有一個釣魚台的磨擦 最終就是搞到解放官員出來說 我們是不會率先有任何令人有戰爭 即是擺明是買怕了美國老怕 那會不會有些後座叫 不如我搞不定了 或者我要退一退 你來搞一下 即是北韓是最容易搞得起東亞的局勢 這個一個說法是陰謀論 但是我覺得最 likely的情況 其實都不是太古怪 應該都是他們有傳聞 開始有洋饑饑 是 有洋饑饑 雖然也有很多很慘的局面 有些報道報出來 例如說什麼吃人 都未去到吃人 但是死了那些屍就要吃 極有可能就是又搞這件事 即是我現在又來施殺石 然後你就不給錢 課稅課稅 即是你肯坐下談判 放下幾十億 即是走爛契 是 我猜這個其實是最 likely 以現在的狀況來說 我覺得日本剛剛上場 即是新首相 破均衛剛剛上場 習近平剛剛上場 總比上場 一定會禁止的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當然你可以反過來 北韓說 可能趁這個 剛剛那個新上場的局面 就搞些事情 所以我看來都是 混水居多 即是用回他老爸那招 即是射飛彈 即是那種流氓的手法 依然都是流氓昆水的手法 我覺得這個是最 likely的 這件事當然是 如果是就最好 但亦都令我想到其他事情 即是我自己想的太大 其實可能有機會是金正恩 這個人其實想有些作為都不一定 是的 而他有些作為 為什麼呢 其實整個東亞局勢 要發起戰爭的國家是沒有的 除了北韓之外 北韓以外 任何一個東亞的國家 或者東南亞 整個東邊的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要有戰爭 你基本上一定要交戰國 基本上是沒有禁服 在經濟上 或者是 文化交流裡面是無能無能的 或者是大家 是獨立的經濟體系 或者是互相 其實我打 都不會影響得太過 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層面 我覺得 唯一可以發動戰爭的機會 當然只有北韓 即是引起戰爭 他也發動不了什麼戰爭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可能金正恩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一個人 沒有了 如果我再微觀一點 看他個人的生活 你想想 他現在可以 其實張牙舞爪 他就可以玩弄世界於鼓掌之間 是的 這種power 對一個這麼年輕的人 對一個三十多歲的人 會有什麼心理的影響呢 這些是不得而知的 例如 他真的可能不惜一戰 用武力 人做人二十號 他突然間發動了一場戰爭 他死有什麼所謂 他生與死有什麼所謂 他最重要是名垂千古 突然間有些名垂千古 一些癡癡的想法 喂 他不惜一戰 都不奇的 他玩到你幫人有妥妥力 因為他如果無厘頭一戰 即是他無厘頭 北韓沒得猜 他無端端在搞這些搞路 真的 沒有啊 我射過彈去 哇厲害啊 現在北韓人民站起來 要攬炒 瘋子 瘋子 玩攬炒 這樣 這樣就頭痕了 這個火藥庫 就全面爆破了 當然 所以 就算俄羅斯和中國的興趣 其實都一定要按住他 所以 北韓這個獨裁國家 最大的問題 其實最害怕 老實說 就是因為他真的一個人 所以他做了什麼瘋子 你是控制不了 以前 蕭先生經常說 比如你有毛澤東 甚至鄧小平的權威 才會夠膽說真 夠膽跟日本 甚至從美國打仗 現在哪有人夠膽呢 雖然你是習近平 還未做國家主席 他快要做 但是 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頂得住其他反對聲音 所以 但是你問我 我自己是樂觀的 我自己給他樂觀 因為我覺得 金正恩 看的款式 都像是鵪春多 這一代人 即是我們這一代 都是鵪春多 其實 因為習慣好 住慣好 你說他去立威 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始終現在 都用了一說 就是說 他還是有一些 攝政王 他的叔叔 還在幫他看 所以他可能是要立威 但是 以現在的局勢 我覺得他會做瘋狂的可能性 不算很大 不過 始終都是一個隱憂 相反而言 相反而言 亦都比起我是金正恩 即是如果我是金正恩 好笑的 我兒子經常說我是金正恩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次剪頭 旁邊有些青 在電視 即是現在沒有了 即是在電視上看到 有一點像 對 不要這樣說 所以我之前 扮了一個Promo 是金正恩 他吃好住好 就好像一個皇帝一樣 他怎樣都要保住自己 這個享受的江山 又或者是 其實他可以用 即是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他的政權 根本上是靠中共和俄羅斯 去撐著他這樣的政權 其實中國和俄羅斯 亦都很樂意見到 有這樣的政權 當然 在做籌碼 去講數 就像現在這樣 下閘放狗 現在是 所以東亞的六方 判證 這也是一個 挺詭異的局面 而美國當然 也想留他在這裏 因為有他在這裏 才有更大的誘因 他在南韓有很多軍事的動作 也跟東亞版的小北約 才有他存在的價值 他繼續可以賣武器 繼續可以在那裏 維持在東亞太平洋區的大權 不過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可能 都是小動作 反而我覺得最擔心的 都是 我講了幾個月 其實就是 大家鬥引銀子 這個貨幣戰爭 會不會出現更加多嚴重的問題 這個反而是尊嚴值得留意的 安倍轉心就很強硬 已經講到明了 不用想的 雖然歐洲批評他 美國就OK了 英國有批評他 甚至其他亞洲國家都會批評日本 這個人民的舉動 但是他似乎是 不惜一切 一定會將通脹推到2%以上 已經跌到8.5元 100日元對8.5元 即是一天已經跌了 跌足足兩個多月 所以這件事 如果到了明年1月開始 全面印13萬億 13萬億日圓的情況 會出現什麼狀況呢 這個反而我覺得 在接下來這兩三年內 中短期內 其實局勢都會有影響 所以其實 因為南北韓的局勢 亦都影響到中日之間的 非常大的影響 其實釣魚島 之前我們所說 亦都是一件搞笑的事 你看到現在根本上是 沒有啦 你說美國人一出聲 解放軍是不敢動的 何況都說 總之習近平還沒坐正 一定什麼都不敢做 是不是 傻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擦槍就是不可能 其實沒有擔心 很多好戰的交友 尤其是那些左傻 或者一些很pro中共的人 他自前言很謂解放軍 其實小弟很小 十幾歲的時候 他有這些想法 可以理解的 對 經常都說要打 民族主義 又說要怎樣報一戰之仇 大家不要交 是不可能打 我覺得 在一個有生之年 我都想不到 會有一場這樣的戰爭 除非 除非就是經濟全球性的崩潰 這個就是他的關鍵 到底這個也是跟美國的本土經濟有息息相關 因為美國突然間真的 原來是爆煲的 原來是硬著 金融海嘯之前沒有人知道會有金融海嘯 所有的事情發生之前 是沒有人能夠預計得到的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原來美國真的會破產 還沒破產 還沒破產 原來是會這樣 美國昨天公佈了第四季的經濟數據 出乎二個月之外 是經濟收縮0.1% 這也帶出經濟學家所料 因為一般預計 第四季應該會有輕微的增長 百分之1.1% 誰不知就是收縮0.1% 所以開始有人質疑 美國量化寬鬆QE3 去到這個地步 已經不能夠對實體經濟有任何幫助 所以都會頗麻煩 始終美國對於世界經濟的需求 其實有實說 我覺得尤其是對於中國的出口 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其實是依賴著的 所以美國經濟如果一有什麼事情 一定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 而中國的經濟不穩定 也會影響到中國的政治力 是超級不穩定 其實大家 我覺得現在是踩在幹線 也是在爆的邊緣 如果不是QE3 是不會這麼後才推出 其實大家都知道 根本上 推出後 用處就是這樣 一定是幫助不大 不過如果你說對香港經濟 現階段的影響 其實我今天才叫人家入股票 這是另一件事 順便可以說一下 很明顯 你見到 因為建築有五分鐘 不,很明顯 你見到樓市 我都覺得 無論是香港也好 或者是大陸來的資金 都覺得炒得差不多 因為老實說 也真的很高 所以你會見到 過去一頭半個月 其實股市是有動動的 其實是很明顯的 你會見到資金 想進入股市炒 所以這個也值得大家注意 那個炒 現在還未炒 因為你見到 不是古怪 其實是一些技術類的 其實現在是恆生支出 二萬三千多 你會見到 在那個水位不下跌 跌不下去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那裡 二萬三千多 其實是累積了很多很多貨 現在根本上 是消化一下 消化一下 不斷消化一下 你消化我吸 你消化我吸 所以你見到 是不跌下去的 如果過了這個關口 即一衝到上去二萬四 沒有可以拉 拉不停的 真是一個比較大的升落 所以我不是打算說 那些什麼股票消息 不過你稍為留意 國際時事和經濟的政策 你會見到QE3出的時候 咦?之前的QE1和QE2 砍升 現在大家都知道 它不會讓你見到這個暴升的效果 大家就在那裡 不斷入貨 不斷收著 然後就迎接這一筆 準備殺入股市的資金 這個我也覺得很像 當然 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一個健康的現象 絕對是不健康的 我仍然覺得 QE1和QE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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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根本上 那你怎麼看呢? 我不是的 你是樂觀還是悲觀 你覺得可以解釋 我是貨幣學派的 我覺得是 你可以刪除貨幣 問題就是你怎麼收貨 其實 譬如在香港面對最大的問題 尤其是因為全世界的 人民幣 而我們和美金掛鉤 令到通脹問題 因為資金氾濫 通脹問題影響 尤其是沒有資產 或者是低下階層的生活 因為你的人工增幅 是追不上資金流動性的擴張 但因為流動性的擴張 令到一定是物價會上升 所以這一點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但是對於日本 對於美國 甚至對於歐洲來說 你問我 我覺得在短期內 用這種方法去刪除貨幣 我覺得是 其實我贊成 問題就是 你一定要到最終實體經濟 怎樣去復甦 怎樣去復甦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歐洲也好 日本也好 甚至美國也好 都要去面對 其實它一直以來 儲落的債務問題 以及 它的行政的官僚 以及 因素性 這些事情 如果解決不了的話 你的銀子 只會有一個 沒有大用 但是現在大家經常見不到 我自己的看法 很多經濟學家 未必看法不同 我始終認為 因為之前 在金融泡沫海嘯之前 它的資產泡沫 已經浮得太大 所以就算你現在印銀子 都未印到那個位置 它一直在收縮 未印得快 到它的收縮 所以只要印到那個銀子 印到一個位置 就是 譬如承稅效應 令到整體的資產能夠維持到 在那個位置 那應該借貸各方面 就可以起動 但問題就是 如何收得回頭 這個反而是我關注的一點 所以在我的一個悲觀主義者 看法 我和他的相反概念 就是 癌細胞擴散得太快 化療 也都不到 開始已經是 開始到不到位的時候 那會怎樣呢 一定是大家攬炒 到最後一定是崩潰 而經濟的崩潰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就像梁正英的施政報告一樣 其實是沒有實質的事情 如何很疏倫地去挽救 尤其是歐洲 就是去挽救整體全球的經濟 如果一爆起來的時候 我想最後的結局 就是只有互相毀滅和戰爭 是不是 你看到很悲觀 不悲觀的 一定是戰爭 人類這個動物 是不會坐下來解決經濟的問題 只會坐下來解決食的問題 所以稍後回來 我們看看寶寶食的問題 好 香港許願節2013 壓力推動許願節這個 既傳統又富滿特色的節日 令許願節近天歡樂 許願節當日的活動多姿多彩 除了許願節傳統節目之外 大會更特別興建了 香港傳統文化美食村 以及30呎高的許願風車地表 美食村裡面除了一班 新專傳統服飾的居民之外 更會有各款攤港傳統美食 介紹一起來 許願節感受一下氣氛 在1974年 一部改變美國恐怖電影史的電影 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 親眼見證3D殺目現場 全美開話票房冠軍 德州電的殺人狂3D 後日 埋身躍散 贏 要贏在起跑線上 在全頭化網絡世界 眼光 要號高 還要望遠 香港人網正式成為 YouTube香港首個網上電台 合作夥伴 即刻訂閱香港人網 HKREPORDER.COM YouTube頻道 即可透過YouTube網站 收睇香港人網正式直播級重溫 香港人網YouTube 二維一體 看得更高 傳得更遠 傳得更遠 從今以後 香港人網與你同在 香港人網 Always with you Tube 嘩 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也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Lin當然是怎樣 信我 Jackie Lin超級的 你在說誰 連Jackie Lin你不認識 當然也會那麼錯 有Jackie Lin 我那麼錯 是否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Lin電話多少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是找Jackie Lin幫忙 她倆幫我解決暗瘡 一無三暗瘡 一無三暗瘡 由Jackie Lin補行錯 金融名著小說台編 天龍八部二網上遊戲 加入武林最強十大門派 先戰斷雨陸特神劍 再戰喬風航龍十八獎 全球八千萬高手 經以現身武林 1月22日 天龍八部二Online 全新改版 即場gameone.com 免費登記 獵命江湖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 阿東 嚴達明 除耳門 好 回來第二節 星期四晚的除耳門 一直有阿東和劉翁 和大家一起除耳門 開一下這裡去那裡 講一下國際時事 也講一下本地大事 剛才講過了 回到香港講食的問題 就是BB食的問題 北區的奶粉問題 都不是北區的 那些人說 都不是北區的 水貨 黑素奶粉 素粉 酒粉 這件事 依然傳承的業話 每一個台都講 有什麼新的看法 新的看法 現在基本上 我覺得政府似是會跪下的 最新發展 只不過他還在想 有什麼方法 他實際上可以做到 又不要太陽衰 我都明白有很多不夢騙的人 比較激進的想法 香港政府這麼壞 怎麼會 他一定是跟深圳收錢的人 你怎麼可以運到這麼多大份 因為中國大陸 如果沒有記錯 是說明不可以運到超過六貫 其實很明顯有人打龍通 收了錢才進去 當然是跟他們打龍通 所以一定不會做任何事情 我又不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香港是無能的 老實說 暗春 不敢跟別人談 對 不敢跟別人談 又不知自己做什麼 老實說 去到曾蔭權 你已經看到 去到後期 已經沒有什麼大手不肯 很果斷 做事的魄力 其實是 所以這件事 其實驅使